這個Case也是吃藥吃一陣子 然後心臟大 然後事實上他肚子很大 肚子很大 那一看就水腦 對 所以這一看就水腦 雞蛙說實在幾乎每一隻都水腦 但是不見得有關係 要看腦牙膏不通 還有沒有同時合併一些腦牙膏的疾病 然後檢查前給我的數據是這樣 白蚁球也還正常 蓋10.2-3.2加3.5 所以蓋大概10.5 B115Cretinin0.6 然後他的白蛋白超過球蛋白 這邊3.2白蛋白 球蛋白3.0 如果是以急娃娃這樣子 那你就要去追他腦部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 百分百顯示超過球蛋白 其他都還好 這是後來驗的 Colyson0.1 T4小一 對不對 基本上還是Cushion Colyson0.1 T4小一 Colyson0.1 T4小一 同時是低的 他們一元性的Cushion都是這樣 在台灣 人家統計過的 然後咳 平常就咳喘心臟大 所以心超先少 E3.1 Plunk 30 因為他是沒有掃描 就看你私心臟大 沒有掃描 沒有掃描 就是吃到不行 他才做檢查 這個配置 所以 力尿劑就一定要再加強 然後M 大概6.22公尺秒 我看他有沒有MS 喔 他同時MS 因為E4的速度有沒有 已經到2.09公尺秒 所以他MS加M 所以這種咳嗽就會咳不停 然後同時他的肺高壓 也會比別人嚴重 因為MS的關係 血壓不能降得太低 盡可能不要有脫水的情況 或者MS二化就會肺高壓 肺高壓大概116 然後送出去的血量也不夠 所以他光心臟病都是第四級 左心右心都是第四級 然後他一樣在遠端我們有看到 但是不明顯 這裡 胸腔 一樣有看到一個 一樣4到6公分這邊 都是用10M去做 然後飛協銅大概59毫秒 還沒有很嚴重 然後胸腔遠端 在重隔一樣有看到 像這個是AFI 他的Global Longitudinal Strength 叫GLPS 負17.8 負的越大的 負的越少 就是值越大的 就是收縮越差 最好要負19以上 然後負26這個是OK 負25也可以 然後就會得到這個 我們的PX Historic Chain的牛顏 這個牛顏 所以他把四腔 三腔兩腔 組合成一個左心式B 所以你把心肩這邊拉起來 它就是一個立體3D的左心式 然後轉換不同的模式 叫PSI POST Cystoric Index 然後這也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所以基本上簡易的AFI 可以得到3個牛顏 TSI 4個 所以我們這樣做 大概就有4個牛顏 還有另外4個在軟體裡面 然後收縮功能稍微偏差對不對 33還不到35 它最好要40 所以收縮是偏差 所以可以給一些平膜bandon 所以左二心都是第四級 都是四級 然後這邊算腦部對不對 我們PI算出來大概是1.89 1.89 所以我們現在要Focus哪一顆 這一顆 跟你跟我意思嗎 我們乳酸要去追蹤這一顆 雖然它看起來沒有很明顯 有時候喘你就不容易看到 所以這個Case乳酸做出來確定是高的 2.2還2.47 我沒有7 ACDH也一樣是高的 所以身上這隻狗一樣是PDH 但是它乳酸高 那這一顆就不行 我的意思是 大概還有1.5公分左右 所以你說縱隔槍 一般來說要不就是做CD 你CD要選這碼 對 要不就是做10道草原坡可以看 10道草原坡也可以看 但是10道草原坡一樣 對 因為一隻10道草原坡大概120萬 不能被它咬破 然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做 胸臂的縱隔草原坡就好 這比較簡單 因為這沒有多花錢 你只要有酸部就可以抓 那只是你要看它是良性惡性的 那一樣要去看乳酸 一樣要看乳酸 這個很重要 所以心臟給它什麼樣 嗯 VIAGUA 然後PIMO BANDON PRO CEMINE 因為衣服衣不讓高 那這三個為主 MSM 除非血壓 血壓是夠高 否則讓它維持在140會比較好 你如果MS加M 血壓維持在120喔 肺高壓根本降不降 所以寧可讓它維持高一點點的血壓 會是好的 所以這時候我比較不喜歡給一些小動脈膏 因為這時候你可能讓它血壓太低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它新輸出已經開始下降 是因為MS分級 蛤 是因為MS分級 對 MS跟AS都一樣 血壓不要降得太低 它們降太低都是血壓 血壓先低 然後才產生肺高壓再可憐 所以這時候我不希望血壓 16G會用LUXIS LUXIS 因為它依存於讓30 30.67 LUXIS會加10來的動 慢性我都加 慢性我都加 反正你不要把LUXIS劑量拼命加重 不要拼命加重 它B1也還好啦 我要加也都是ok B115而已 對 那就滅殺出來加葉酸 滅殺出來葉酸給啊 對 因為乳酸確定超過2以上 對